你赶快拿着这张卡 走得越远越好 你打了孙渠 孙渠家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老婆 你就放心吧 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区区一个孙渠 不敢动我 你现在还在说什么大话 你能打有什么用 你就放心吧 我肯定不会有事的 走 我先带你去个地方 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 咱不是被凌家赶出来了吗 以后咱就住这儿 你疯了 这可是云城的富人区 不是业主的话 连大门都进不了 你忘了 这个庄园有人送给我 好像叫什么王老 不记得了 你是说王长生吗 哎我说 哪里来的臭乞丐 这不是你们要饭的地方 滚开 你怎么说话呢 你就这样服务业主的吗 哼业主 同你俩的穿着 一个月有三千五万 我连我混的都不如 还自称业主 你怎么不说这庄园都是你们的 我来吃 不知死活的东西 让王长生滚出来见我 说你胖你还喘伤了是吧 王总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滚开 云天 别闹了 咱们还是走吧 不用 还装逼 像你这种臭乞丐 我见多了 以为混进富人区呢 就能要更多的钱 赶紧滚 我是王长生 我已经把天星湖庄园送给秦先生了 你马上向秦先生道歉 他如果不原谅你 你就不用干了 秦先生 秦爷 我有眼无珠冲撞您 我道歉 我道歉 向我老婆道歉 秦夫人 我是臭乞丐 我是臭乞丐 我是臭保安 我错了 请问我们现在可以进去了吗 您请您请 站住 我就知道你们两个废物被赶出来以后 会来这里 站住 你们是干什么的 你俩对秦先生不敬 你是哪来的臭保安 既然让我给他们道歉 我看你脑子是有病的 不是臭娘们 你嘴里吃大笨了你 秦先生可是天星胡说人 新来的业主 赶紧给秦先生道歉 哼 我看你还真是脑子有病啊 他们是业主 废物 你还真以为天星湖庄园是送给你吗 你肯定是被他们两个给骗了 我们才是天星湖庄园的新业主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这是证件 啊 是是是 王八蛋 你们两个乞丐敢骗我 滚开 丢人现眼的东西 你以为躲在这里就没事吗 赶紧滚去孙家冲洗 爷爷 我求求您放过我好不好 你做梦 你扔倒了孙家 整个云城都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不知死活的东西 以前看在你们是雨晴家人的份上 抢走礼物的事 我不跟你们计较 现在还敢来找死 废物 你还敢狗叫 那些礼物本来就是送给凌家的 跟你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不张眼的东西 还不赶快把他们赶走 冲撞了业主 你真正的起吗 谢谢 知道了吗 滚 不张眼的东西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不张眼的东西 你把老子的话当放屁吗 老子让你向秦先生道歉 你居然敢敢人 你被开除了 董事长 您搞错了吧 他们才是天心湖庄园的业主啊 王先生 就要你的大名 我是林千崇 王王好 秦先生 林小姐 不好意思啊 我这手下 不懂规矩 冲撞了二位 天心湖庄园 是你送给凌家的 你就是林家家主 不张眼的东西 你们林家 只不过是区区二流家族 也配让我送礼 爸 这是怎么回事 王先生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这些东西 误会个屁 还不快把方谈证还给秦先生 你还在这傻站着干嘛 我的这些虎 是你们阿猫阿狗都能亲来的吗 都送了秦先生担待的起吗 秦先生 林小姐 这是你们的证件 那王长生也是个老糊涂 他不知道城主大人 已经不喜欢那个野种了吗 还把天心湖专业送给他们 活该他赔死 现在呀 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快想其他办法 尽快把那野种送去孙家 爷爷 我有个办法 林雨晴不是有弟弟吗 你是说宁愿在外面打工 也不愿回我林家的野种 你为什么要把天心湖庄园 还给王长生 王老把庄园送给咱们的时候 也是看在城主大人的面子上 如今 我把城主大人得罪得这么惨 王老要是知道了 肯定是要把庄园收回去的 与其这样的话 咱们还不如主动还回去呢 他不敢 好了我知道你舍不得 其实我也很舍不得 这么大的庄园 我都还没有住过呢 你想住随时都可以住 三天后 云城的房子随你去 你有这个心就好了 那是 以后不要再说大话了 雨墨 给你一个小时拿钱来坏人否则就等着给他收尸吧 雨墨 雨墨你怎么样 我求求你们了 放过我弟弟吧 你弟弟在我们赌场欠了五百万 放人 可以 钱呢 不可能 我弟弟从来不赌博 妈的 你是说豪额敲诈你是吧 没有 可是 可是我现在没有这么多情 我答应你们 我答应你们 我一定慢慢还的 慢慢还 你当我这里做慈善的吗 今天 要么把钱拿出来 要么给你弟弟 收拾 要钱是吗 放人 你他妈的 当我是白痴吗 随便拿张破卡就想让我们放人 卡里有三项 凌天 你别胡来 你一个被凌家赶出来的废物 费有三千万 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知道我是谁 小子 这张至尊神龙卡 你是从哪来的 我的 你是龙神殿的人 凌天 你 小子 竟敢冒充龙神殿的人 看你是活腻了 你敢骗我们猴哥 谢不凶我废了你 不好意思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我的耐心有限 给你五分钟 打电话借钱 否则 就留着钱 给他买棺材吧 啊 我打 我现在就打 爷爷 我求求您了 您就先借我五百万吧 老婆 你不用救他 我有钱 凌天你别闹了 爷爷 有没有真的等着钱救命呢 我求求你了 好 只要你答应去孙家生喜 钱 我可以借 爷爷 够了 这件事没得商量 否则 一分钱你也拿不到 爷爷 别不到 那就给他收尸吧 我求求你们了 我什么都答应 我想死 妈 还敢在好个面前装兵 我看你不见棺材 不掉泪 羽木 我求你们 别打了 我现在就借 爷爷 我答应你 我求求你们 你现在把钱借给我吧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你现在就去孙家 我派燕燃去送钱 爷爷 找废话 马上按我说的去做 云天 燕燃一会儿要来送钱 我现在就要去孙家 你留在这儿救羽木 老婆 你不用去孙家 我能救他 云天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胡说 老婆 你相信我 不想死的 就马上放人 还装笔 我给你脸了是吧 这是你们自找的 马上查封张胜豪名下的所有会所 白痴 一个电话就向查封我们猴哥的会所 你也赔 小子 你当我是被吓大的吗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豪若 我们会所突然被查封了 小子 你真是龙神殿的人 豪哥 难道这孙子 把我们所有的会所都查封了 这怎么可能 放人 豪哥 猜一个废物 怎么有这本事 难道打了电话报了警 豪哥 刚才接到消息 上面检查 云天所有会所都被查封了 妈的 你敢耍我 给我废了他 好大的狗胆 今天先留你一条狗命 老婆 那个二手货应该到孙家了吧 居然让我送钱去救一个野主 简直做梦 对对对 还是我们家燕燃有本事 现在我们抱上的孙家 再也不用怕什么城主了 不是台具的东西 你最好把事情办成 否则灭了你们灵家 困账 走 我们去医院 医生 我求求你救救我弟弟吧 伤得这么重 还救什么救呀 赶紧回家准备后事吧 他还有救 我们这里可是高级私人医馆 不是你们这些穷鬼都来的地方 赶紧滚 你敢见死不救 给我等着 小沫 野望你快醒醒 院长 就是他在医馆里闹事 你就是院长 这个人不配当医生 马上撤了他的职 他的职任 词